4月13日中午,重庆市秦江区消防支队接到报警称,该区银盘山小学一学生被卡在楼梯线内,提待救援。 由于空间小,救援人员无法将男孩提起。 根据现场情况,消防官兵决定采用液压工具扩充孩子被困空间。 经过近10分钟的紧张救援,被困学生得到解救。 据了解,该学生是为了帮同学显示掉落在楼梯肩胛放在的物品造成被困的,索性只受了皮外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